那到了车内 我们就可以看到探哥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就是他把外部的颜色延续到了车内 你看他的整个仪表台的装饰板 用了和外部车漆完全一样颜色的装饰板 而且你会发现 他不但把这种颜色放到了内饰的装饰上 他还放到了座椅的装饰上 所以整个的车看起来很时尚 当然了 用这样的装饰也起到了一个作用 就是能平衡一下 这辆车相对来说用的比较便宜的内饰材料 你看整个车 无论从仪表台的上部下部侧面 车门上这些地方全部都是硬塑料 这种装饰材料 应该使他在竞争当中处于相对不太有利的位置上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同时这款车强调的是卖给年轻人 所以他一定要让价位足够的低 这个时候在配置上也受了一定的影响 比方说在这辆车上 你会看到它的中央的中控屏非常的小 它中控屏的内容也不是太丰富 同时它的空调采用的是手动空调 而不是自动空调 在这辆车上也找不到无线充电板 等等这样的一些现在比较时髦的配置 而且它的USB插口在前方只有一个 还放在了面板上 所以当你去和手机相连接的时候 那会有一根很长的线在你面前 仍然感觉它的设置不够的精巧 在功能设计上也就是说设计车体的结构的时候 来体现功能性这一点 MQB平台的车型应该说在竞争行列当中应该说做到了极致 你看它的前座椅呢 右座也可以调节高低 和左侧的驾驶座的调节范围完全一样 所以我这时候就可以把座椅降到最低点的时候 我可以把座椅尽量的向前移来腾出足够的空间 那这个时候呢 虽然我的腿有一点点碰到了仪表台 但是我仍然可以基本舒服的乘坐 这时候我的头部空间也是完全合理的 而同时呢 这辆车拥有三款车当中最宽的前部车内宽度 只要我轻轻的向后把座椅后调 我立刻就能腾出足够的腿部空间 而且我的脚可以向前伸得很直 脚部空间很充裕 没有任何的挤压感 相当扎实的关门的声音 你可以知道这款车 它的车身的刚度和它的紧致的程度 做的是相当到位 它的后窗玻璃虽然有一个脚窗 但是我可以把电动的部分完全降入车门内部 腿部的空间超过20厘米的腿部空间 非常合理 而且你们发现了没有 就是它的座椅后座椅的坐垫的位置 比前座椅能够设得更高 我坐在这的时候 人身体很端正 而且我现在脚部的空间也很宽阔 所以它的整个的内部的空间设计真的相当棒 而且我的头部的空间也很充裕 这辆车后排的整个车内的宽度 也是三辆车里最宽的 当然了它的优势并不是特别大 这种车型整个的尺寸都是很接近的 同时在后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个USB插口 还是相当不错的 放下中央扶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通道 把它放低之后 伸手可以到行李箱里拿东西 长的物件可以放在这的同时 我仍然可以获得中央扶手的支撑 整个的座椅也非常的合理 你看它的座椅从座垫到靠背 仍然和前座一样 呈现出这种桶型座椅的感觉 运动感很强 我能明确的感觉到这种侧向支撑 对我整个后背的包裹 那也就是说 当我前面的同伴特别快乐的去享受 山路操控的驾驶乐趣的时候 我还可以很安稳的坐在后边 整体的舒适性 我觉得很出色 而且像这款车 它也配备了一个大天窗 让后部的乘客也能够享受到充足的阳光 到了领克的车厢里 我觉得和探戈 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就是你坐到领克的车厢里的时候 你觉得就是一豪华车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它整个的内部的装饰和材料的质感 就一下就凸显出来 这辆车它实在是配置太高级了 你看它从上面 座椅门上全部两侧中央通道这地方 就是能和你的肌肤相接触的地方 完全都是软包 而且它用了很多不一样的装饰材料来组合起来 使整个车厢感觉到一种不单调 这种用户坐在这个车厢里会感觉非常的满意 为什么呢 首先你看这个方向盘 它不但是一个很高级材料的装饰 而且整体设计还很有艺术性 另外你在这可以找到无线充电板 打开背架的盖板 看到两个排列很整齐的USB的充电插口 中央扶手可以前后调节 所以整个的配置看起来非常的齐 另外极富科技感的一个电子排档杆 非常的漂亮 但是你在探戈里 它还是一个机械的排档杆 而这个座椅的材料仍然展现出它的非常高级 而且特别有运动感 因为它的侧支撑很大很深 不但侧支撑很大很深 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肩部支撑 而且它的头枕跟靠背是一体设计的 是一个整体型的座椅 并且采用了很高级的材料来设计 那同时我们还会看到标配的液晶仪表 很大的中控屏 非常丰富的人机交互系统的功能性 全自动的空调等等 如果这两款车是一个价格相同的车的话 你会选择谁呢 我想它的竞争力就体现出来了 它的车顶是三款车中压的最低的 所以我把座椅调到最前方的时候 我的头顶的空间会比探戈略为逊色一些 但是我发现我的脚部的空间依然足够的充裕 我脚仍然能伸得很靠前 这台车它提供了全电动的调节座椅 而且这个座椅的电动化的程度 跟左边的驾驶座也是完全一样的 你还可以用气垫腰靠来进行调节整个背部的支撑 稍稍向后调节一下座椅 腿部的空间就可以腾出来了 脚也能伸得很靠前 但是唯一一点呢 当我脚伸得很靠前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脚底下不是特别的平整 有很多凹凸 另外它空间比较窄 因为它这一侧有轮拱的影响 所以整体的设计上来说 它的功能性应该和探戈不相上下 但是完美感稍微差了一点点 车门依然是相当的扎实 可以看得到它的结构的坚固的程度 另外你坐在后座上 确实它的坐姿也会比前座更高一些 因此上即使是整体头枕的一个整体前座椅 你坐在后边的时候 也觉着对视线的这种阻隔没有那么强烈 还是比较舒服的 整个座椅的支撑和舒适感 我觉得跟探戈差不太多 坐垫也比较厚实 腿部的空间比探戈要稍微小一些 应该说这跟它坐前座椅很厚有关系 探戈那台车前座椅的椅背是相当薄的 也就是说削薄椅背来腾出的空间 那这辆车呢它没这么做 它的前座椅坐的量很足啊 是一特别地道的运动式前座椅 它很厚 所以我的腿部空间差不多有20厘米 比探戈要小个1厘米到2厘米 你会感觉什么地方有点受限制呢 就是脚底下的空间 它的座椅滑轨比较靠后 所以当我脚往两侧放的时候 我的脚尖能够踩到滑轨上 在中间的位置 我觉得空间是很充足的 头部的空间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两台车应该能够处在一个同样的水平线上 那它也提供了一个大天窗 但是它的这个后窗的面积比较大 我觉得比探戈放下去以后 它的后窗的这个能打开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而你坐在领克02的车厢里 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 也就是无论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 它的整个内部的设计感 材料的质感 以及相应来说 给你的这种豪华感都会更强 在领克02的后舱乘坐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觉得 充电插口哪儿就找不到 这是因为它的中央通道的设计感很强 它向后突 然后又向前走 它的USB插口隐藏在下边 我坐在这个角度我是看不见它的 但是其实它是给我们提供了的 它的背托的设计我觉得也更合理 它把背托放在了前方 所以你的中央扶手这个面积 是比较合理的 能够让你的肘部和饮料瓶或者饮料杯 不发生任何的冲突 我觉得这个设计应该说更合理一些 它坐在CHR的内饰里 你会觉得它的设计感是真的很强 完全突破了过去传统汽车那种平面化的那种设计 但是它不会给你太多的高级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材料 它的质感都看起来比较一般 整体上感觉不会让人有高档的感觉 但是我非常喜欢它这排档杆 这个排档杆的设计 会让你由衷的想到那种运动型 手动挡车型的排档杆 增添很强的运动的乐趣的这种视觉效应 另外就是这辆车 它的车内空间相对那两台车来说 显得比较的狭窄 它是最紧凑的一台车 你看它的中控台的宽度 你能感觉到非常的细 那另外就是像这款车 虽然它是高配啊 它有人际交互各种应用 也有ACC等等 可是还是不会给我们一种高级的感觉 主要是因为你看它这个界面的显示啊 它这个屏幕清晰度有限 另外呢 就是它这种应用的样式啊 和咱们使用的这种平面的移动终端 比方说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些设备啊 它的样式还是差别比较大 简单了一些 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完整的 现代化车机的这种水平 那另外呢 像这款车 它的座椅也是可以调节高低的 那么也是这种运动化的座椅 但是它是唯一的这三辆车中采用织物 未必咱们中国市场的用户呢 能够很好地接受这种织物性的座椅 虽然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织物性的座椅 我比较排斥排皮的座椅 但是呢 我希望它的设计呢 更简洁 更简洁的东西会有 能够突出呢 更高的质感和这种精细感 丰田的TNGA架构 我们都知道 它是追赶大众MQB模块化架构的一个新的架构 这辆车我觉得这在某一个程度上呢 还体现出了它自身人体工程学上面的优势 就是这辆车是唯一一个 我把座椅调到最前方 我的腿仍然不会接触到仪表台的一台车 它的脚步空间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充裕 没有挤压感 可以伸的比较远 但是呢 和大众的车型比呢 它有一问题 就是它的底下的这个脚底板这个位置 当你伸到前方的时候 它不是太平坦 而且它会明显的收窄 我比较欣赏的是这辆车 它手动调节的座椅和炭哥是一样的 但是呢 它是一辆能够在右前座上 调节座椅高低的日本车 这个比较少啊 比较少见 上后排的时候 你们猶豫一下 门把手在哪呢 哦 原来在这呢 我觉得这车的门把手啊 设计的不太好 啊 这样的门把手不是没有 但是呢 我想其他的车型设计这种门把手的时候 比丰田设计的要高明 从关门的声音 你能感觉到啊 其实车身也是相当的扎实的 天洁架构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就是整体提升了原来丰田这类车型的刚性 再加上 CHR是一个比较短小精干的车 它的坚固的程度 扎实的程度 更高 但是坐在里边 我有种被封闭起来的感觉 这个侧窗特别小 这是为了外形而牺牲一些实用感的地方 整个人被感觉被封在里面 从窗户里向外看就好像从碉堡向外瞭望一样 你看我把窗户降下来 更明显能看到 那窗开口非常小 很狭窄 在这个后座上乘坐的时候 你也感觉空间呢 相对来说有比较明显的挤压感 和那两款车比起来 就显得是一个在紧凑型车基础上 还要再缩小的一个感觉了 你看我的漆步空间最小 大概只有15厘米弱 那这个时候我坐在这的时候 虽然对我身高来说漆步空间够了 可是明显你会发现脚的挤压感会更明显 那下边的脚步空间的宽度也比较窄 而且你基本上用不到最宽的两侧 因为当你脚往两侧放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踩在它的滑轨上面了 而我的脚往前伸呢 那前脚掌也必须完全放到前座椅的下边 我才能相对来说比较放松的乘坐 而且呢 它也不给你提供中央扶手 所以坐在这个后排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待遇 明显不如坐在那两台车里 那整体上来讲呢 这辆车应该说是前后座是有优先和次要的 这明显的级别的分别的 那这款车它的作为二人车的这种特征啊 在这就体现的比较明显了 感谢观看